佛光照大帝 法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每年春节的重头戏 也就是众所瞩目的 佛光山春节平安灯法会 马上要在1月22号登场 一直到2月19号 每天都有精彩的活动上演 而今年最大亮点 我们带您来看是佛陀经典馆 将会大雪纷飞 我们跟着镜头 带您前往佛光山 来抢先看今年的灯会亮点 佛光大佛身边大雪纷飞 南台湾飘雪奇景 从大年初一1月22号开始 一直到2月5号 每天都会上演 而大佛脚下还有两只巨大兔子 要陪民众过年 佛陀经典的光照大千的祈福 我们有两尊10米高的吉祥兔跟福乐兔 每天晚上7点 会带着大家透过音乐舞蹈 以及戏剧灯光 那一起来祈福 11公尺高色彩缤纷凤凤凰 处立在曼陀罗花园 佛光山端出华丽主灯 要一扫三年一起领埋 凤凰展翅成吉祥 我们希望借助的这种凤凰展翅 欲我凤凰就是代表说 绝处逢生来年会更加的棒 拿出平板电脑 对着壁画一扫花中景色动了起来 佛光山2023春节平安灯法会 延续传统不忘创新 佛陀纪念馆的这一尊佛光大佛作为一个意象 那么这一尊大佛它会跳出来 甚至于手掌心会放光加持 那么有一点跟观众朋友做什么 做Give me five 酷炫升光效果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新春期间不妨走一趟佛光山 挖掘佛光神聚焦新云大师新春贺词 人和安康复乐吉祥 所精心准备的四大亮点 各位是台北高雄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